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那麼美國總統大選呢 現在來看川普的一面 似乎是越來越大了 那麼最新公布的這個餅乾民調 在過去四十一年來呢 只有失准過一次 那麼現在最新公布的民調呢 川普是大迎賀錦麗 那麼再加上呢 美國公布的經濟數據呢 表現也都是相當亮眼 所以市場就認為說 美國聯準會呢 可能會延緩降息的步調 接下來公債殖利率呢 會上看百分之五 是代表公債的價格 還會繼續的走跌嗎 而台股呢 在今天收高了一百五十五點 不過成交量呢 是只有三千億出頭 那麼現在市場擔心呢 在選前是不是台股都會呈現 這樣無量震盪 一個死魚盤的格局呢 另外呢 也因為大盤的殖利率呢 現在是下跌的 所以呢很多高股息的這個ETF呢 配息也都大縮水了 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反而去買 國外的高股息ETF呢 反而是比較好的一個投資布局呢 另外蘋果的iPhone16系列手機呢 現在傳出銷售不佳 而且呢也傳出呢 從本季開始到明年上半年呢 蘋果是出現大砍單這樣的情況 對於台廠會帶來多大的一個衝擊呢 不過蘋果呢 也預告說接下來會有一整週 令人興奮的這個發表即將要到來 那麼市場還認為說 蘋果的AI功能會在下個禮拜上線 有沒有機會可以逆轉勝呢 另外呢 統一的部分呢 他們現在是入股了PC Home 那麼拿下了百分之三十的一個股權 成為最大的一個法人股東 事實上在不久之前呢 統一才砸這個一億美元 買下了他們跟雅虎呢 這個合資成立的這個公司 高達八成的一個股權 統一呢 接連買下兩家賠錢的電商 在背後到底是有怎樣的一個盤算呢 我們先請教有明哥喔 那麼在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美國大選就要到了喔 那麼現在呢從這個最新的餅乾民調來看 川普一面很大 加上最新公布的一些經濟數據 看起來美國的經濟表現還很強勁 大家就很擔心 聯準會會不會去放還他們降息的步調 對好緊張喔 這個這個消息喔 這個隨著選情的一個部分 本來川普在中彈的時候 這個聲勢很高 然後後來變成賀錦麗 然後到最近的時候又開始有一點翻盤 逆勢突圍 那美國的經濟喔 看起來好 但是卻也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太好的話 我想降息的速度就變慢 最近公布勞動部公布出來的一個數字 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一個人數 比前一週修正的一個部分 減少了1.5萬人 大概是22.7萬 那原先市場的一個預估是24.7 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數字 就知道說就業狀況非常的不錯 所以我們知道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在美國最關心的兩件事 一個的話CPI 一個的話就是就業 那CPI出來的話 也比市場預期要來得好 所以降息的速度又慢 那現在呢就業的狀況也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比較重要的PMI的一個部分 製造業當然還是在容窟線50以下 這個47.8 但是都比原先的這個預估或者是前職要來得好 那服務業的部分來到55.3 綜合是54.3 所以由這兩件事情我們可以得知 就美國的服務業代表它的整個就業 因為這個就業是來自於服務的狀況 那製造業雖然沒有那麼好 但是製造業其實也比想像中 慢慢的開始復甦 所以現在我們根據11月 Faywatch公布出來的這個 降息的一個這個比例的話 現在目前機率 降息一碼的一個機率已經從原先 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還看到只有百分之七十五 其實七十五已經很高了 對 那現在已經變成多少 九十五點三 那不降息的一個部分降到百分之四點七 所以降兩碼這個希望應該是落空了 對 因為上一次我想節目 之前我們就有分析 上一次的時候降息兩碼 我們就說以後不太可能 就是兩碼兩碼 因為經濟數據如果太強的話 很可能兩碼一碼 類似這樣的一個做法 但這件事情 我想第一個大家先放在心上 這個就跟殖利率有關 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有一個不成文的 叫章魚哥的民調 那這個就是美國的 所謂搖擺州 二亥二州 辛西納提的一個 巴斯坑伯克里 這一家麵包店 這個在做餅乾的 他常常就是從一九八四年開始 到目前為止 大概預測了十次 那我覺得這個發明 也真的非常的奇葩 就是他在做餅乾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做候選人 那有兩個候選人 甚至是一個獨立 獨立當然就是不表態 然後每一年他都去做 每一次大選他都去做 那目前為止 做了十次 只有一次共沽 所以預測率很準 這個比章魚哥還要準 對 這比章魚哥還要準 所以他這一次在做的時候 包含像賀錦麗 如果你喜歡賀錦麗的話 當然你內心裡面 自然就會去買賀錦麗的餅乾來吃 那川普當然你就會去買 川普的餅乾來吃 那如果獨立就買獨立的 然後這十次裡面 哪一次不準呢 就二零二零年 當時買川普的人比較多 結果最後選出來的時候是拜登 拜登 對 但除此之外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突成過 那本來這個數字在上個禮 九月份的時候 九月二十幾號公佈的時候 大概是多十五趴 就川普比賀錦麗多十五趴 但是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一直到十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最新出來的那個餅乾數字 川普是兩萬七千零九十一塊 然後這個賀錦麗是一萬 這個已經差了二點七倍了 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的話 現在大家已經開始要慢慢的去接受 甚至並且去想像川普當總統之後的一個情形 那還有一點很重要 因為這是川普的第二次 那畢竟他年紀已經大了 所以有可能會是他的最後一任 就是假設他選上最後一任 那各位也都知道那個總統如果選到最後一任會幹嘛 就是他想幹嘛就幹嘛 想幹嘛就幹嘛 因為沒有連任的壓力 對對對 所以他在做出來的一個事情 不管是在貿易這個關稅的這個政策啊 或者是很多的一個很多的政策的時候 很可能他的手法就會比第一次要來的更極端 因為他已經豁出去了 所以大家開始要慢慢的去想像 可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好 那如果接下來這個美國聯準會降息的步調會放緩的話 手上持有美國公債的話 還要抱著繼續讓他跌嗎 影響債券的主要因素 當然是跟降息有關 但是各位不要去想像 各位不要去忽略了一件事情 因為債券本身是有發行量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說是以美國公債來講 不管你今天是賀錦麗當選 或者是川普當選的話 美國的次次勢必要提高 那美國的公債量就是以新還舊 所以他還必須要再發行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想的話 債券的價格其實是會有被壓抑的情形 殖利率還會再繼續高 可是如果你換成所謂的頭等債 或BB級以上的這一些金融債等等的話 他們其實印債的高峰都是落在2020到2021 當時疫情之後的話公司可能營運的問題 所以他們必須要跟市場籌資 那籌資完了之後其實到二三二四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再發行新的債了 對或者是他們有一些公司債 甚至是可轉債就可以轉換成股票 所以原則上的話 如果以供給量的角度 我覺得非美國公債 搞不好供給量會比較少 那這個對價格的壓抑就會比較 所以可以挑選頭等債或金融債的話 是比較相對安全 對 會相對安全 這是第一個考量 那第二個考量的話 當然殖利率一定會是比公債高 因為他畢竟是有風險 第三件事情的話 就是在降息的初期的時候 因為企業企業方 尤其是印公司債的這些企業方 他們對利率的敏感度 一定比國家的公債壓來的高 所以只要是降個 比如說印馬的話 其實債券的波動量 感覺的這個波動量 一定敏感度會高於公債 對 那直到降息 變成了一個常態性的降息的時候 美國公債才會正式的去反映 所謂的這個到期限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 所以原則上的話 我們現在幫大家來去篩選 類似這樣的一個 比如說是公司債 或者是頭等級的 或者是金融債等等的 我們大概就有幾個角度 第一個是內控費用 第二個是程序期間 第三的話 就是最近這四季的累積配息 第四的話就是上個月 就是九月份含這個所謂配息之後的 一個這個績效跟全年 那我覺得全年很重要 因為就美國公債所有的ETF來講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是負的 大部分都是負的 對嘛 那如果說是你以這些非美國級公債的話 其實都是正的 當然你有把利息包含進去 那這裡面的話 我們大概取前三名的話 大概會有009799B 00755B跟00785B 那這裡面我挑的是00785B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最近就是在半年線附近 那第一個他的規模是三百五十八點五四億 大概在兩百六十八檔ETF裡面的排名四十一 那四十一的話 大概就是前百分之十五 就一百個學生裡面 他是大概十五個 前十五名的一個規模 所以這規模是OK 那為什麼我要寫這個部分 因為最近有太多人在前一天 就是前幾天 那個債券大跌的時候 跑去買00937B 00948B 所以導致於說爆量一個是十二萬張 一個是三十七萬張 那我覺得說那些都是熱門戰 但熱門在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籌碼會比較亂 對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 今年年初如果你不是買美債 你是買黃金的人 老實講 現在最近你看節目都會偷笑 對不對 因為美債的殖利率跟你沒有關係 甚至是殖利率越高 對你的黃金會越好 可是永明 他現在已經每樣子都超過2700美元 你覺得還有在上漲的空間嗎 我記得我們是從2200開始講的 對不對 就像台積電從700講 那你說800可能有壓力 900有壓力 1000有壓力 1100也是有壓力 那原則上黃金到現在為止 他的看法是這樣 第一個 如果現在的時間點 已經接近到年初的1月 我會稍微比較保守 因為華人基本上包含 這個所有的大中華圈 甚至你包含一些什麼 這個其他的一個新加坡的地區 他們在年初的時候 尤其是農曆年 對黃金的需求量會高 但是現在的時間點是10月底 還沒有到那個農曆過年 所以原則上還會有另外一批 比如說農曆過年的一個需求 會出來 所以現在的2700 我覺得應該都還不會是高 那之前做過一集節目就是 以美國銀行來預估的話 大概高點到明年1月份的時候 大概是3000 那我想到3000的時候 壓力真的就會出來 所以那個地方整數關卡一定會正 那全世界跟黃金 我覺得先不用繞著彎去買股票 因為我們即便是有一些跟含金量有關的股票 但是其實都不純 一般都要拿黃金來提煉 費金屬來提煉等等 那個對EPS的貢獻度不高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要的話就直接買最純的 比如說黃金的ETF 那ETF裡面各位 你把整個這樣看下去之後 你發現只有一個數字你看得懂 叫00708L 對其他全部都英文 對不對 那就代表那個都是國外的 所以他就沒有接地氣 也不親民 所以國內就是唯一這一檔 對這一檔 當然因為這一檔是正二 那這一個的話 如果說你是風險考量的話 你當然就是00635U 因為這個是一倍而已嘛 那那個00708L 那個是窮州的 那個是正二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就三個月跟今年以來 你看今年以來的報酬率 甚至比國外這些都高 對對對對對 因為這畢竟是正二嘛 對 那跟這個期貨的波動有關 還有就是說整體來講的話 三個月其實他其實都贏 所以我覺得今年大家有幾個想法 第一個的話 如果你債券的ETF 特別是美國公債的ETF 過多的人 這個地方可能挪一些 如果你覺得黃金高 那當然你可以買一些 非美國公債的ETF 但是千萬不要心存一個想法 就是公債一直跌 美國公債一直跌 那我們就一直攤平 總有一天等到你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可能會拉長 特斯拉財報亮眼 在昨天股價大漲兩成以上 但在這一次財報表現好 除了這個製車的成本大幅的下滑 還有一個就是來自於探權的收益 要請教友明哥 台灣也有受惠像這樣探權交易的股票 絕對有 第一個我想昨天大家 今天早上看到了 這個特斯拉大漲的時候 應該的一個小砲就是 我們來沖一波吧 沖一波特斯拉概念股 那事實上 我們可以去從 我們最近兩集的節目裡面 都有特別提到 它的一個 跟市場上的一個預期 其實是不如預期的 因為原先的話 大家是預估大概是253 到254億美金的這樣的營收 那它出來是251 那交車量的一個部分 是比去年同期成長2% 但是也是不如預期 不過這些東西都是大家可以想像 在中國電動車的一個刺激之下 衝擊之下的話 特斯拉賣得好 這個是不可能的 對 所以這件事情大家可以接受 那看到它的一個獲利 就是它昨天晚上爆充兩成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因為它多了一個 比如說7.39億美金的一個探權收入 那這個就是大大的超乎大家的一個預期 那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從2009年以來 它已經收了90億美金的一個探權 但是最近這幾年收的比較多 然後去年一整年收了17.9億 那回頭我們來去看 因為特斯拉是一個所謂電動車的製造商 所以它本身在綠能產業裡面 它就有碳積分 那碳積分一多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借給別人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是不是要因為特斯拉股價的大漲 而我們跑要去做傳統的特斯拉供應鏈 我覺得這件事情在今年度 有做一點修正 第一個部分的話 今年所有跟特斯拉相關 而股票有漲的 大部分其實都是因為有AI的概念 比如說你做線材的帽連等等 這些的話大概都是跟這個 所謂的伺服器的一些連接線 這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你真正如果要去做 純電動車這一塊的一個供應鏈 在早期的話 我想今年其實是不吃香 那回頭我們來看 有沒有碳權概念 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 碳權我們談了一年 但是明年度 二零二六年的一月一號開始 正是我們的政府 就要跟企業來收碳權 那現在目前訂定出來的 十月七號的一個碳費收費的話 是美工頓收三百元 三百元 那之後的話在逐年裡 這個逐次的一個調整 所以這件事情 當明年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回頭要去想 第一個誰是能夠賣碳的大戶 第二個的話就是金融的這個授權平台 來去做這一塊的 所以原則上的話 我們就幫大家來挑 3712的一個永威投控 因為這家公司的話 本身他沒有做 但他子公司就是有做碳權交易的 那他現在的一個股價位置 是沿著半年線做三角收斂 我會建議大家這個地方 其實會有震盪 搞不好會有一些短線 利空衝擊的時候會去往下 但是這個地方就是逢低來去做介入 為什麼 因為第三季的一個營收其實是沒有成長 只是說他目前的價值 因為上半年度賺得還夠 所以本益比不會高 那再來的話就是一個受碳大戶 就2913的一個農林 那農林的話 其實上半年EPS是小富 然後但是第三季的時候是有成長 重點是像你這種小虧的一個公司 你股價不能高 如果你股價是在30塊以下 甚至在20塊附近的話 我覺得市場可以接受 但是現在因為有太多的一個電子股 就是已經比如說虧錢 但是漲到200塊300塊 對 那我覺得這個在所謂的 高值利率的情況之下 就有被修正的可能 等等 阿